越線違規 警方示意靠旁邊停 我怎麼停那麼前面 不要跑不要跑 話還沒說完 車上乘客通通跳下車 死命狂奔 有人跑不動 直接坐下投降 但還有另外兩人分散逃逸 有人跑進停車場 有人則是消失在巷弄裡 只剩他 原來這名被丟下的成型男子 是越南籍 還是頭一移工 已經逾期566天 至於開車的蔣姓女駕駛 則是白牌車司機 定點在新北市板橋兵役館旁 停車場入口附近 三名工人是雇主幫忙 叫白牌車要去工地 去到停紅燈時 不小心越線 才被遠景攔下 整知車上載的是頭一移工 一看到車輛被警方攔下 車上有三名乘客 是立刻逃下車 其中一個人在旁邊 馬上就被壓制 擔心有人是跑進了 殯儀館的停車場裡面 消失不見 白牌車的目的地 是三重這處建安工地 如今一人被警方逮到 逃走了另外兩人 不排除也是失聯義工 確實有很多雇主 會幫移工叫排牌車 從宿舍到工地13公里 一般計程車約460元 白牌車收費360元 再用來配私下轉帳 因為司機乘客都違法 雇主也不用擔心 移工被舉報 另外也有很多逃逸 移工近期也參與當詐騙車手 甚至回國前賣銀行帳戶 也變成收入來源 這種情況有時也會叫白牌車接送 而這回除了移工被抓 白牌車女駕駛 也將被依公路法 含送監理單位 罰款是10萬以上 2500萬以下 實在虧大 TVBS宣文就很快要信不信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